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曹西原本 决仪品第三 一日为次使为师设大会斋 斋气 次使请师生坐 同官僚士术 肃荣再败 问曰 弟子文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 今有少疑 愿大慈悲特未解说 师曰 有疑记问 无当未说 伟公曰 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 师曰 是 公曰 弟子文达摩初画梁武帝 弟问云 朕一生造似杜僧 不识设斋 有何功德 达摩言 实无功德 弟子未达此理 愿和尚未说 师曰 实无功德 勿宜先生之言 武帝心邪 不知正法 造似杜僧 不识设斋 名为求福 不可将福变为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师又曰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无智 常见本性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内心谦下是功 外形于理是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 心体离念是德 不离自性是功 应应无染是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 心计不轻 常行普敬 心常轻人 无我不断 即自无功 自性虚妄不识 即自无德 唯无我自大 常情一切故 善知是 念念无间是功 心行平直是德 自修性是功 自修身是德 善知是 功德须自行内贱 不是不识供养之所求也 是以福德与功德别 五弟不识真理 非我祖师有过 次使又问曰 弟子常见僧俗 念阿弥陀佛 愿生西方 请和尚说 得生彼否 愿为破疑 诗言 使君善听 惠能语说 世尊在舍为城中 说西方引化经文 分明去此不远 若伦相说 礼书有十万八千 既身中十恶八邪 便是说远 说远 为其下根 说尽 为其上至 人有两种 法无两般 迷雾有书 见有持吉 迷人念佛求生与彼 误人自静其心 所以佛言 随其心静 即佛土静 使君东方人 但心静即无罪 随西方人 心不静 即有迁 东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和国 凡于不了自性 不识身中净土 愿东愿西 误人再处一般 所以佛言 随所住处恒安乐 使君心地 但无不善 西方去死不遥 若怀不善之心 念佛往生难道 心劝善之事 先除十恶 即行十万 后愁八邪 乃过八千 念念见性 常行平直 道如谈指 便懂弥陀 只今但行实善 何须更愿往生 不断食恶之心 何佛寄来迎请 若勿无声顿法 见西方只在刹那 不悟念佛求生路遥 如何得达 会能与诸人宜西方 如刹那间目前变见 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云 若此出见 何须更愿往生 愿和尚慈悲 便现西方 土令得见 诗言 大众世人自色身是成 掩耳鼻舌是门 外有五门 内有一门 心是地 性是亡 亡居心地上 性在亡在 性去亡无 性在身心存 性去身心坏 佛向性中作 莫向身外求 自性弥即是众生 自性觉即是佛 慈悲即是观音 喜舍名为世智 能静即识佳 平直即弥陀 人我是虚弥 邪心是海水 烦恼是波浪 毒害是恶龙 虚妄是鬼神 沉牢是鱼鳖 贪嗔是地狱 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 常行时善 天堂便智 除人我虚弥倒 去邪心 海水结 烦恼无 波浪灭 毒害望 鱼龙绝 自心地上 绝性如来 放大光明 外照六门清静 能破六欲诸天 自性内照 三毒祭除 地狱等罪 一时消灭 内外明彻 不亦西方 不作此修 如何道比 大众闻说 了然见性 西皆礼拜 聚欢善哉 畅言 普愿法皆众生 文者衣食误解 诗言 善知识 若欲修行 在家亦得 不由在四 在家能行 如东方人心善 在四不修 如西方人心恶 但心清静 既是自性西方 伟公又问 在家如何修行 愿为教授 诗言 无与大众 作无相诵 但依此修 常与无同处无别 若不作此修 替发出家 于道何意 诵曰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恩则亲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重恶无宣 若能钻目取火 淤泥定生红莲 福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忠言 改锅毕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长行饶意 承道非游失钱 菩提指向心密 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师父曰 善知识 总需一记修行 见取自性 执承佛道 法不相待 众人且散 无归曹息 众若有疑 却来相问 使此使官僚 再会善难信你 各得开悟 信受奉行